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刘教练 我们今天就开始说一下九大节 如何统一练习 像九大节我们前面把它分为手 也就是小臂的 这个手指啊手腕啊小臂 然后肘和胸背怎么合 然后胸背 然后这个腰腹也就是丹田 然后胯膝脚的怎么训练 这些东西当然分开链 它分开链和整体链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就像外面的这个汽车一样 它是有轮子 发动机 这个外面车盒组成的 我们练的时候就开始要把这个各个的零件做好 就把它组装在一块 组装块以后然后再反过来测试它准不准 好 我下面以 以那个一圈的神规出水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啊 例如通过九大截 我们把这个一切功夫都练好以后 现在我们看 我们先做平步装的神规出水 好 红箭装这个都站好了对不对 都站好了以后了 我们是一个劲 左右移动 在左右移动的时候呢 你看 像是这个东西 你看 就是说移的时候 这个在泰拳的叫当走下湖 也叫当走锅底 就是裤装走下锅底的形式 就是说现在是平直的左右移动 你看 我们走的时候 松胯 胸腰威合 把这个就走上了 这个在泰拳里面 你看 也叫缺帝龙 这么走的 好 现在左右移动油了 然后西区松胯 松腰威合 这个就有了 就走成这样了 现在我们把椰胯加上去 你看 转胯 第一个 虚实转换 然后身体的起落运动 起落运动在于膝盖 在这个两面支撑的情况下 膝盖是这样运动的 好 现在说一个东西 膝区为蹲 我们蹲的时候呢 我们蹲的时候是靠膝的 而这个那个区跨为座 那我们练这个时候呢 就是属于应该说是 七分坐 三分蹲 就是跨 要松下去 然后这个松下去以后呢 你看 人体这个屁股肯定会撅出去 撅出去怎么办呢 我们胸腰合 我们胸腰合就这么做 你看 如果我们坐的时候 人往下蹲起坐的时候跨 屁股肯定会出去 这时候你看 你做一个胸腰合的动作呀 他这个屁股就出不去了 好 这时候就会变成这样 这是起落运动 然后左右运动了你看 在起落运动的时候 加上左右运动 这个就出来 其实你再练看 这个开内就出来了 起落运动 加脚上移动的左右运动 然后胸腰开合就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把肩拿起来 我们手不要动 其实就变成这个钻肩的运动 好 这就出来了 转到这个程度以后呢 我也是站转的要求 就肩胶股是收住的 这时候看 把小臂的运动加上看 小臂旋转 小臂旋转以后看 把手也加上 这一个神龟出水的动作就出来了 正转 反转 然后呢 我们从头再讲 它这个神龟出水 练的时候看 我们按照这九大街角看 手指上 转的时候第一 九大街看 手指上要有开合旋转看 当时在练到最后 开始练的时候 你小臂不动都行 手指旋转看 小臂的旋转看 手指旋转 小臂旋转 然后就前面讲的这个看 手锁住看 肩的这个运动看 起落 胸腰开合 转胯 脚下 叙事转换 好 我们把这个动作看 往这个方向一变 九房式 这是 就是炉式结构的九房式 以这两个动作为例 来说明什么呢 第一 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些东西 九大街的 跨 吸 足 紧 背 腰 肩 走 手 我们把这些东西练合以后 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 它就会变成神龟出水 然后呢 变成九房式 把这些东西练成以后 就说 我们在九房 我们练的时候 在九房式和这个 神龟出水的时候 就说 我们两个练法 一是练好了组合 组合了可以反过来 拆着一节一节的练 我还以这个九房式为例来说 前后运动 转跨运动 然后起落运动 绕肩运动 手的运动 我们练的时候呢 也开始达不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一节一节的松着练 什么叫一节一节的松着练呢 开始练的时候就转跨 我们开始练的时候 前后运动 这个咱们再说一遍 找不好的时候 前后运动 当你前后运动熟了以后 把起落运动加进去 起落运动加进去以后 把转跨加进去 转跨加进去以后 最后把手拉起来 把这个绕肩的运动加进去 绕肩的运动加进去以后 把手的运动加进去 绕肩的运动也就加进去了 这个时候 你就练成了 当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那个九大节 拆开反复往里面加 当我们把这个两个动作练成以后 你也就明白 为什么说太极拳练的时候 他要求一个金刚倒坠点三连 我现在练给大家看一看啊 金刚倒坠站在这 力量松到脚底 臀部内收 细成丹田 肩甲骨内收 好站在这的时候 这还是一个混拳装的例子 我们把混拳装手放上 开 脚下趋势转换 转跨成肩 其实都是九大节的工作 趋势转换 起落运动 手 小臂 头的运动 这也是 虚实